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 來看一下 技術派練武功 哇 讓你賣在最高點 最高點 為何賞物總是一賣股票就噴 我跟妳動作一激烈 感覺好像快拉山了 老而是不一樣 來 賣最高點 哇 怎麼賣最高點 聽起來很厲害喔 以前有首歌叫做愛在最高點 新宗有國旗 民國78年的時候嘛 對不起給我 我有去查 我以前講這個梗了 你去查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講這個梗 還可以去查 對不起 那妳知道那麼多陰影是不是 趕緊查 這什麼老歌 怎麼辦 78年啦 你應該 不要講這麼長的年紀 很年輕啦 好不好 一講就難過好不好 為何賞物總是一賣股票就噴出去 對 所以到底怎麼噴 全部噴出去 噴噴噴噴噴噴 我先跟大家講 我要請教三位分析師 怎麼樣做一個技術現行的操作 三位都是現行大師啦 現仙啦 好不好 來來來來 第一位分析師 張怡辰分析師 蔡怡辰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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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怡辰老師之前 哇 也是選武冠軍的 蔡怡辰在這邊 好不好 哇 也是很優秀 另外一位之前參加比賽 也是選武冠軍的 來 何基鼎 分析師 基鼎哥好 你現在是當紅炸子雞 每個人都討論雞雞雞雞雞 真的欸 不要這樣子一直討論我 我會害羞欸 剛剛哲哲你剛剛那個動作啊 我以為你要抽筋 我想什麼 因為我腳好痠喔 所以還是重訓 很痠欸 我想說你是不是訓練太少 我拜託 放假每天都在跑步騎車啊 你看我們現在膝蓋整個都好了 跟你已經完全沒得比了 你是我告訴你要打PRP跟玻尿酸啦 我也是打了玻尿酸以後差好多 欸 我打得比你便宜 所以我比較好 CP值比較高嗎 CP值高 你不要講 我打兩萬多塊了 我一次要兩萬多塊了 好貴喔 我覺得PRP沒什麼效果 太貴了太貴了 有啦 還是有效果啦 我覺得玻尿酸比較有效 我打PRP還是痛 好啦 我們扯遠的啦 好不好 祝你膝蓋好啦 請到第三位分析師 陳偉泰老師 你好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跟大家分享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賣股訊 那一定要看喔 好 賣在股票 賣在最高點 拜託教我一下 好不好 我也想賣 好 老師 大家上去一定聽句話 他就講 我猜一下老師會講什麼話 你後來猜看看 他就講說人家說 會買股票的是徒弟 會賣股票的是師傅 怎麼樣賣在最高點呢 你是本來要準備講這段 哇 你怎麼這麼聰明啊 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啦 我亂猜啦 已經好幾集啊 我們這一個福利社的一個特別單元 都在教大家賣股票耶 是啊 對不對 教大家怎麼樣去賣股票 上次你也講這樣的話 我要幫你記起來 賣最高點 每個人都想賣最高點 其實很難 因為我跟你講有什麼這件事 因為一定有人講過說 哇 我那個大力官以前幾百塊的時候 我也看過啊 台積店以前不到一百塊的時候 我也看過啊 怎麼賣在高點 四方十幾塊也看過啊 四方十幾塊 昨天那一集就對了 對啊 現在三百塊啊 怎麼看呢 是不是 為什麼賞戶總是一賣股票就噴出去 老師 好 我們來看 直接看 賞戶的問題就是賣股票就噴出去 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 簡報來看 常常就是一賣股票就噴出去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哎呀 跌破月均線 月均線是什麼 是這個所謂的趨勢線 只要跌破月均線 你就一定要賣股票 不然喔 你就魚類類啊 魚類類 魚類類 對 就魚類類 你看看這個 當時的股價一路漲漲漲漲漲 高漲橫盤盤盤盤 盤到你有點受不了了 有點這個沒有耐心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出現卡利走低 然後呢 跌破月均線 然後這時候你想說糟糕 這橫盤那麼久啊 這個九盤必跌的 這個所謂的陰影又出來了 再加上呢 這個黑K又出現這個往下殺 然後又出現跌破這個月均線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趕快 去想把這個手段不要賣掉 可是呢 一賣完之後 隔天出現開高走高 又再往上去創一個破斷線新高 所以很多的一個投資朋友 都有類似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有些人看到月均線 一破就賣是不對的 這個是要有另外一條的一個線 來去做一個輔助 哪一條線 又是一條線 是內線還電話線 還是那個巧克力的內線 我每次都來講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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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甜巧克力啊 Oreal 那一集收視率爆表欸 我甜到我可憑都發麻了 我脫皮啊 你看人家 你看新老師多認真 他號稱神之舌頭 我不想跟他比 他甜的好乾淨喔 他還繼續填 我們是這個比賽 要填Oreal要把他填 把中間的白色地方給填乾淨 才能搶答 填乾淨喔 那個洞洞裡頭都不能有白色的喔 那舌頭要很靈活欸 對啊 他神之舌頭 結果最後贏的是手最靈活的玉凱 玉凱每次以為他嘴巴最靈活 不是他是手寫很快 我們要寫字 趕快寫了以後才能搶答 好不好 所以遊戲蠻好玩的 要看一下我們福利社 最好笑財經節目絕對是我們 好不好 最專業也是我們 好不好 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月線的意義 月均線 就是有20天的一個收盤價平均 來計算而成 就就稱為20MA 那一般來講的都是屬於中短線的一個 投資人 會去做這個多空判別的一個參考 OK好 可是呢 跌破月 跌破月線或跌破月均線 基本上呢 它還是有不同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先來看一個 在過去我們常常講說 在傳統上面的基礎分析是什麼 代表這個所謂的漲勢即將結束 那手中股票就叫出勤 很多人都是抱持這樣的態度 可是往往一出股票之後 那個股價又再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那麼站在福利社觀點來看 是這樣子 當我們股價跌破月均線之後 不一定要馬上急著砍 要去多去確認一件事情 如果它是手在 這什麼K棒 疊破反而是 這什麼K棒 而且藍色的棒棒 藍色K棒是不是 藍色橫的K棒什麼東西 好 這條線呢 也是一條線 我看到變成一線大師了 這條線什麼線呢 把它撕開 撕開 沒有 沒有這個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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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下一張 小便很辛苦 什麼線呢 這個現在新一店 先來教我們 先慢慢來講 新一店 往上張 橫盤過後跌破月線 真的賣對了 因為賣完之後股價往下跌 跌了23.3% 所以看起來跌破月線也是個蠻關鍵的點位 可是你又教我們不要跌破月線 可是有另外一個成功的案例 例如說5009龍鋼 他每一次 你可以說另外的失敗案例 另外一個 跌破月線 那是股價往下跌的案例 跌破月線 所以不能只看跌破月線 反而不會賣在最高點 對 那到底是要加哪一條線進去呢 哪一條線 來看下一張 好來電話線老師 電話線來 就這麼簡單就是趨勢線就對了 趨勢線 趨勢線 這叫趨勢線 趨勢線很重要 趨勢線 為什麼重要呢 你看我看 你看我看 老師你可以看我一下嗎 好 唉唷我不舒服謝謝 好啦開玩笑 沒有我不會唱歌啦老師 我會唱歌還來這邊當財經主持人 對嘛被股市耽誤的歌手 對對對 來Eason唱一下 唱一下 你不會唱 你不會唱 好不好 這歌 這歌 我今天被叼兩次了 這兩天 這兩天 這同校怎樣 Luna 兩個七十八年的歌 兩個都叼我們 沒關係 沒關係 誰知道我們兩個比較可憐 就這樣 好不好 老就老吧 怎麼樣 來 來 星星店呢 我們製作人 比我年紀 那個 叫我花圈圈 不要開製作人玩笑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 這邊呢 還開走第一跌破月區線之後 又再往下跌 為什麼呢 因為它同時跌破另外一條線 這條線叫做 上升趨勢線 就是這條黃色 上升趨勢線 OK 跌破趨勢線之後 顧名思義趨勢就改變了 是 所以這時候呢 可能手上的股票 就要去做個揭碼 所以老師不只要看月線 要看上升趨勢線 對 還要看趨勢線 上升趨勢線 上升趨勢線 什麼話呢 等一下來講一下好不好 對這個很重要 OK 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榮鋼 老師那個剛才嫌我們歌很老的那個 沒有沒有 我沒有嫌 那個是Eason啊 他沒有嫌 他就強調我唱的歌是民國78年的歌 來 好 我想要問老師說 到底是這個趨勢線的支撐壓力比較強 還是均線呢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應該要看就是 如果是要看均線的話 到底是要看短期均線還是中長期均線 如果是中長期均線的話 它一定會比這個短期的均線 來的更有這個支撐力大 所以這個之後就要看就是 我們現在畫出來的趨勢線 它比較接近哪一條均線 來去做個比較 是 比較接近哪一條均線 對 好不好 所以都要看一下 試試看情況不同 老師來教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像榮鋼就是 它即便是跌破越均線 但是它沒有跌破趨勢線 它股價還是會往上接 就會做走高的一個情況 好幾之後就這樣 跌破越均線 但是手在趨勢線之上 然後之後股價又會持續往上做走高 所以其實 學會化趨勢線 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基本功 好 好那我們來趕快看一下下一張 那到底怎麼樣呢 畫趨勢線 對啊 那什麼叫趨勢線 我覺得很難嗎 真的 來 首先趨勢線代表一段時間之內 股價的一個發展方向 OK 透過趨勢線的一個斜率 就可以來判斷它的一個強弱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什麼叫做 多頭趨勢 OK 多頭趨勢就是 上漲過前高 下跌不破前低 上漲我又再過前高 下跌又不再破前低 上漲再過前高 這就是所謂的多頭趨勢 那多頭趨勢下面的 一直突破前高 對 而且拉回不破前低 底部越墊越高 是 OK 所以在多頭趨勢上面的一個趨勢線 怎麼畫呢很簡單 就是把連接這個每一次回檔的低點 連接每一次回檔的低點 把它連成一條線 它就會成為向上的一個上升趨勢線了 對 好 記起來就這麼簡單嘛 好不好 那空頭趨勢呢 好 我們舉一反三一下 什麼叫空頭趨勢 就是下跌破前低 反彈不過前高 下跌破前低 反彈不過前高 下跌再破前低 好 黑色是代表股價的走勢好不好 對 藍色是教你怎麼畫趨勢線 是的 怎麼畫 好 那就是連接每一次反彈的高點 連接起來之後 就會形成一條下降的一個趨勢線 也有人講下降壓力線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連接起來之後 只要這個股價沒有去突破這個 向下的一個趨勢線之前 基本上都是屬於偏空的走勢 都屬於偏空的走勢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來 福利社 給福利的啦 教我們怎麼畫趨勢線啦老師 好 在畫之前呢 我們來現在看一下 這個趨勢線 不可以不知道的三件事情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提到協力對不對 好 協力月朵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一個股價 上升的力道就越強 喔 有一個電影說過 人力越強 責任越大 是 這個蜘蛛人有看過吧 蜘蛛人 那個 醫生老師有吧 有 我們在同年紀的吧 同年紀 是不是 可能我年紀比較小 可能我看的時候年紀比較小 蜘蛛人重拍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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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第一代的 看地帶的蜘蛛人是不是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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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股價回測趨勢線越多次 有可能就代表這個甚至越強勁 OK 好 當趨勢線守住的話 代表就多頭趨勢又延續 這時候通常股價就還會再創高 是 因為它是多頭趨勢 斜率越陡 對 股價越強勢 好不好 然後守住這趨勢線 對 測試很多次也沒關係 對 是不是 如果說股價呢 這個沒有再往上創高 這時候才要小心 就是說它好像就是 破壞了這個 所謂的多頭的一個定義 那很可能從原本的多頭漲勢 變成高檔橫盤 那高檔橫盤久了之後 就有可能會形成盤頭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先看看有沒有跌破趨勢線 如果沒有 股價往上再走走高 有沒有過高 過高就safe 沒過高我們再來去 這個去追蹤一下 它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有人在出貨的現象 可能有人在出貨的現象 把它注意一下好不好 看右邊 來來來來 看右邊 這個就是價權指數 先碰到趨勢 先打到低點之後 上再走高 下影線也可以畫 這邊有畫下影線對不對 下影線 兩條線就可以畫了 剛好這樣子沿著這個圍道走 對 測試三四次 每一次拉回 點到趨勢線就上 點到就上 點到就上 而且回側都創新高 回側後都創新高 修整完之後 往上去做走高 都創破段新高 是 回側完之後 往上再做走高 都創破段新高 所以這就是趨勢線沒有跌破之後 就代表它的趨勢 都沒有被破壞 那接下來股價就還有 再往上做走高的機會 是 還有在走高的機會 浮力熱教你畫趨勢線 那是就乾乾淡淡兩條線 是不是 比內線比電話線都來得準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自己畫線不求人 不求人 其實我隨時都準備不求人抓癢了 你問Luna就知道了 對 有時候被人癢抓不到 對啊 有時候太胖了 那個有時候練一練肌肉 可能沒有本身就是 算扯太遠了啦 本身那個柔軟度不足啦 沒有要扯遠的啦 不求人 好 破月線兩個訊號 讓我們能夠勇敢買進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剛提到 六花是跌破月均線 但是呢守在趨勢線之上 搞不好它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買點 那如果同時呢 我們又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法人還站在買方 不管是外資 不管是投信 有站在買方 那基本上這個股價 再往上去突破前高的機會 就會蠻大的 好 那什麼時候真的要看到 我們出場的訊號就是什麼 我們跌破這個月均線之後 同時也跌破剛剛所謂的趨勢線 雖然剛剛我們看到星星電一樣 兩個線同時都會跌破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真的要去賣股票了 真的要賣股票了 好不好 注意一下喔 這個記起來這很重要喔 什麼時候要破 什麼時候要買進 少在趨勢線之上的時候 而且法人在持續買超 因為法人的床碼比較乾淨 是的 其實我說老實話 這幾年有些流行啦 這些什麼券三什麼大戶進出 說老實話啦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福利社也沒有在 自己在做這個方向 是因為我自己認為啦 當然不是都要攻擊誰或誰 有些人像 是 YouTuber他們在討論啦 我想提外話 我覺得那些券三機出 我覺得就是一個 視視而非的東西 老師你認同嗎 什麼叫視視而非 因為我覺得你券三機出 到底這邊進又怎麼樣 這邊出又怎麼樣 也代表他的成本嘛 你又不知道他別的地方的成本 你不像你外資進就進出就出 就是很明顯啊 老師你認同這個想法嗎 算認同 像我跟我的學生 我都特別強調兩件事情不要做 浪費生命 第一個叫鼠浪 第二個什麼 追這個券商分點的籌碼 我們兩個就要英雄所見念頭 我以為你隨便開玩笑的 我真的我去算那幹嘛 鼠浪就浪費生命 追這個券商分點的一個籌碼 我認為也是浪費生命 真的浪費生命 因為你根本看不出來什麼東西啊 你好像以為你看了什麼東西以外 他根本就看不出來任何東西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這邊的成本跟那邊的成本不一樣 而且他股票可以匯出去你知道嗎 對他可能A券商進 然後匯到B券商出 那如果一直在追這個A券商的一個 這個所謂進出的話 很可能就不知道 他其實早就在B券商賣掉 他可能明修站到暗度成昌 這個沒有任何意義 而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可以看到冰山一角 然後告訴你 我的冰山有多大嗎 這個沒有意義嘛 所以老師不如看我們法人的持續反賣超 好不好 所以出產的訊號 跌破趨勢線出產好不好 這個都告訴大家 我們看下一個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這個是2754亞洲杖壽司 OK 當時股價也曾經在78塊錢 緩步往上做墊高 然後第一次跌破 第一次回測月居線 稍稍跌破 但是他沒有去跌破他的一個 上升的一個趨勢線 那這時候就往上再做走高 這時候就可以去畫一個所謂趨勢線 那之後股價再往上衝高 又再去回測月居線 又稍微跌破 跌破完之後但是沒有跌破這個所謂趨勢線 所以如果以前就再往上去做 pluck 好幾次的回測月居線跟趨勢線都守住 所以後來股價就從七四一幾塊 一直往上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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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到146.5 漲漲到146.5 回測有破月線 這邊有破對不對 這個有破 有點小破了嘛對不對 對 可是趨勢線剛好在這邊 所以只看月線 你可能反而會覺得可能不會誤打誤賺 反而會損失了一段可割可氣的感情 不是 可割可氣的那個價差啦 好不好 這個真的把它割氣了好不好 把它拋棄了 很可惜啦 所以趨勢線才重點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老師 好 下一個是一樣2723的一個美食ky 怎麼都是食物概念國 多少二 因為最近漲了比較多嘛 是是是 好 你看喔 股價從這邊低檔先突破月均線之後 去做過一個回撤 回撤手續的均線再往上做走高 所以現在已經有兩個點了 第一個點跟第二個點 連續回撤兩個點 連接兩次的一個回撤低點 會形成一條上升的一個趨勢線 好 上升均線出來之後 股價就一直往上漲 漲多的時候拉回 但是它依然是守在什麼 守在這個趨勢線之上 所以它的股價就持續往上做一個走高 那也從剛剛的這個100多塊 一路漲漲漲漲漲168塊錢 在波段漲幅也超過20% 波段漲幅超過20% 也是一樣 拉回有買效 我們來繼續看 老師 好 來 這更明顯 這個跌破月線的 你這邊以為不行對不對 我們先回到剛剛那一張 我漏講一個點很重要 就是投信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說 它如果說這個拉回守住趨勢線 但是那個 把人的充滿 還在持續買超的話 放大放大你不講還好 這邊這邊 這邊拉回反而回射這邊 你看回這是趨勢線 把人動沒掉 把人都沒在怕的 就是在買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一直想買有沒有看到 是 他這邊有加碼 第一次進場 守在趨勢線之上 然後法令也在做買超 這時候他的股價 再往上去突破前高 極位就會蠻大的 老師他也有看我們的基礎線圖 他也學我們的基礎分析 你看他拉回對不對 先沒有買 可念噴出去了 趕快告訴你 這邊拉回確定底部了 買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個 穩帽 這邊老師 這邊是跌破 我們放大 跌破了這個月線 好 一般的連續 連續4個黑K 一定要賣掉 連續4個黑K 結果你這邊這樣告訴我要買 結果剛剛老師停在什麼 停在這個上升趨勢線之前 然後就做止跌 往上做拉 老師我們再拉遠一點點 哪邊上升趨勢線怎麼畫 好 這邊嗎 在前一波的 兩個低點連線 連線之後呢 畫出一條上升的一個趨勢線 然後之後呢 每一次拉回回射 測到這個趨勢線 都出現止跌反彈 OK 然後就往上再過高 拉回回測趨勢線 然後都止跌反彈 雖然說過程當中 有跌破月曲線 但是基本上它都還是會再往上去拉過高一次 那當然其實在下面也可以觀察到 在這個圖形下面 它這邊之前呢 在前面幾次回測 的同時 基本上外資都站在買方的 就在買方 一直到後來 半大半大 一直到後來它真正 在這邊 一直到後來它股價上去之後 沒有再過高之後呢 拉遠 對沒有再過高了 往下一點在這邊看 回測 沒有再過高 這時候跌破月均線 又同時跌破什麼 跌破這個趨勢線 而同時對照法人的籌碼 他是站在賣方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你看 這邊剛好拉回 對不對 剛好法人在買 而且你看 法人也會看這條線 跌破 你看它不是跌破月線走掉 它整個跌破 有沒有 這個上升趨勢線 大賣特賣 然後就開始出現 應該算是挺利或挺損的賣壓出來 是不是 所以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股價跌破月均線 又同時跌破什麼 上升趨勢線 這時候 我們一定要去做個 解碼的一個應對 因為其實 法人有可能會因為 這樣子的原因 來去進行一個停損 那停損賣壓一旦出來之後 股價就會跌得更慘 好 所以很重要 上升趨勢線 再搭配籌碼面 等於技術面加 那個籌碼面 都有了 好不好 那我想要請教易志老師 你這個上升趨勢線 你會產業嗎 你會畫什麼圖 對我覺得今天這集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過去在外資 我待過這個外匯交易士 這個一來一回 一球都是100萬美金 他們也很注重這個 所謂的趨勢線 對 因為這個以匯率市場來講話 其實趨勢更容易形成 所以這個趨勢線其實是什麼 這個型態 分別型態 把這個底部做連線 你就知道這個型態是上升的 然後呢均線 是所謂的成本 所以你抓到成本 也抓到趨勢的話 這個有機會是個勝利方程式 老師講得很重要 有時候你當你 資金越大的時候 你不要一來一回 那差35% 可能是致命性的 關鍵點位好不好 菁點老師你會畫什麼圖 我覺得 早上的不一樣喔 我說你會畫什麼圖 我覺得趨勢線真的是蠻重要的 但我覺得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給大家多一個建議 就是可以搭配利多跟利空 去判斷一下 這個趨勢線的那個 上升趨勢有沒有被跌破 比如說利空出來 結果這個趨勢線 根本沒跌破 那就好像最近的台股有沒有 很多利空 結果台股也是 巴菲特賣台積電 也是沒跌啊 今天台積電 那個營收可能要下修 也是沒跌啊 那不就是代表說趨勢正在向上 你就不要擔心了 那就三個東西都有啦 基本面來測試嘛 基本面籌碼面 投信或法人嘛 技術線型 上升趨勢線 全部都有嘛對不對 鐵線面都有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獨家的想法 謝謝大家 讓你賣在最高點 為何散戶一賣 股票就噴了 這是跟大家講 好 來 新增大家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瘋狂股市福利社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按全部喔 也可以留言啦 比如說覺得我們節目很專業 很好笑啊 是不是每個分析師 對不對 都蠻幽默的 好不好 這個都可以稱讚我們一下嘛 好不好 我覺得很可愛 通通可以好不好 每週一到九五晚間八點上線 一上五解盤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最好 謝官林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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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 蛇蛇救救我 救救我 你可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救救你啊 激頂激頂 欸不是你啊 因為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盒心裡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你 我盒心裡想在頂千斤 你再給我 八點好不好 什麼都不會到了啦 怎麼辦 我這個你要曬 我的最少人家的健康 怎麼辦 牠掉了 我不太多了 你們的頭板很尷尬 怎麼打不 感覺好像盯著我 都不是咧 那我幫忙 broadband 喔 新鮮的頭板 可是我都沒有掌握 我真的有貴 呃 呃 牠子最早的 你穿著什麼褲子 完全懷貌 就變直在裡面 疯狂股市服力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小學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觀禮 疯狂股市服力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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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